這一次台南的補選 陳水扁又突然出現了 形成了一個關鍵的力量 因為郭國文拿到62,858票 險勝了59,194票的謝龍介 可是他總共才贏他3664票裡頭 居然有3,355票 都是贏在麻豆這個地方 所以如果扣掉麻豆區的話 他其實謝龍介 在其他所有的區加起來 才出309票 所以麻豆顯然是一個關鍵的地方 但是關鍵的是誰 因為麻豆本身是 阿扁的太太吳淑貞女士的故鄉 所以他在那邊 可以起到一個關鍵性的作用 可是陳水扁本來是支持誰 本來是支持陳曉玉的 因為陳水扁跟陳曉玉的母親 麻豆豬 郭忠祖 思考非常非常好 當初本來大家都認為說 陳水扁會支持陳曉玉 結果沒想到在選前的 3月8號的時候 郭國文南下高雄 就去拜訪前總統陳水扁 然後到了最後一個禮拜的3月10號 在郭國文的為台灣驚祝會 這個造勢大會 陳水扁總統就拍了一個影片 直接說他支持郭國文 所以馬上就製造了一個震撼彈 結果整個風向全部都轉變 然後造成了最後3月16號 郭國文順利勝出 當然勝出之後 第二天3月17號在卸票的時候 郭國文就直接講說 非常感謝阿扁總統 而且直接提到 對於特色陳前總統 也會繼續努力推動 賴清德也說選舉勝敗的關鍵 就在前總統陳水扁相挺 希望總統蔡英文 能重視特色陳水扁議題 這次賴清德出來 是不是就是直接宣誓了 他如果當選總統的話 一定會去特色 我覺得這個郭國文也滿有趣的 因為他前兩個禮拜還在喊 國文不過英文難過 結果現在賴清德一跳出來 他馬上又說他支持賴清德 這個國文過了 英文還是一樣很難過 所以這到底是發生了什麼事情 這一切看起來都非常的跪劇 國文感覺沒有誠信 國文本來是要搶救英文的 結果他過關了之後就放棄了英文 這相當沒有誠信 我們不能夠對選戰 真的不能太樂觀 真的不能太樂觀 因為你看 特別是今年1月1號以後 整個民進黨的選戰的主要 大概都拉出來了 反正就是我跟你答 雖然我們一直講說 那是意識形態的選戰 可是他就是要打意識形態的選戰 所以國民黨不管推 任何的經濟議題出來 包括就算最後是韓國瑜出來 也一樣他一樣打他的統獨牌 打他的意識形態牌 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這裡面有一個 沙喀都的問題 柯文哲出來 不管他怎麼樣 他是不是一個變數 然後我們去算這個沙喀都的時候 柯文哲他拉的票到底是潛藍的票 還是潛藍的票多 所以現在民進黨要想辦法 要把他的潛藍的票 全部挖到他那邊 讓他的基本盤全部回籠的時候 如果柯文哲要拉的票 就剩下潛藍的 如果要加上國民黨會派錯人的話 潛藍的票被他拉走 所以這時候他根本不用過半 他就可以過 所以在這樣子的整個策略底下 他打這樣的選戰的時候 國民黨也沒什麼好高興的 因為不用過半 他就有可能連任 白綠不管他合不合作 他最壞的打算就是白綠不合作 白綠不合作的情況底下 那就是讓柯萊拉藍的票 拉潛藍的票 所以國民黨現在面臨的問題就是 我們的候選人要怎麼推 就會影響到這最後 我們能不能贏 還有民進黨能不能贏 以目前的狀況底下的話 顯然賴清德就是挑明的 就是這個韓國瑜 所以你看他的訴求 韓國瑜講的九二公司這件事情 雖然我們認為韓國瑜講 九二公司也贏了高雄的選舉 可是在這一年當中 會變化加上對岸的一些 一些對蔡政府也好 對台灣的一些講話等等的 其實非常容易被綠營去操作 尤其在總統大選的時候 他絕對擴大了倍數 會是地方選舉的好幾倍 對 會撿到很多槍 所以在這樣子的情況底下 我覺得他們的選戰策略 就是一定定調了 明年就是一個 就算你說他是統獨牌 或者統獨的對決也要 他就是要跟你對決 因為他沒有政績牌可以打 經濟牌 政績牌沒有 所以回到意識形態 然後加上一個柯文哲在那邊 剛好可以列解掉 原本只有藍綠對決的狀況 讓柯來拉前藍的票 國民黨如果你拉不住 前藍的票的時候那怎麼辦 你就是沒辦法贏 因為他不用過半他就可以贏 因為剛才我們講很多說 如果是賴清德的話 感覺上他的意識形態比較極端 他走比較極度的路線 在我看來我覺得都一樣 甚至如果是賴清德的話 他會得到更多覺醒青年的票 這一部分的票是蔡英文拿不到的 再過來這一次獨派 絕對不會放棄機會 也不會跟你談什麼 因為他覺得 我已經支持過蔡英文了 可是蔡英文的表現 真的讓他們失望 包括那一些所謂的 我們講說教會的這些團體 其實對蔡英文是相當失望的 所以他們寧可反過來去支持 就算是極度的賴清德 反正蔡英文也不會贏 乾脆就是賴清德給他拚到底 這樣感覺上 對他們來講機會還比較大一點 所以國民黨真的就面臨了一個 蠻大的一個抉擇 如果今天 韓國瑜他沒有現在高雄市長 這樣子的一個 一個比較尷尬的狀況的話 老實講以民調最高來講 就是韓國瑜對決賴清德 所以現在就看國民黨這部分 要怎麼樣來解套 韓流對清流 對 在這個清流看起來 特別是補選完畢之後 其實他就已經設定了 就是韓流對清流了 他就是設定 反正我設定你最強的那一個 我就是韓流對清流 所以你看他今天的講話 已經講了就是我的對手就是 韓國瑜了 百年難得一見的政治氣才 你看他可以用這樣子來講他 感覺上好像也是在蹭這個韓流 就是反而不是 就是這個 他沒有把蔡英文放在眼裡 他這樣講話實際上是 雖然是黨內初選 可是他並沒有把蔡英文放在眼裡 一定要挑最強的對手 才會突然是演講 就是講了一個最強的對手 因為那個是記者問他的 不是他主動去蹭的 就是政治奇才這件事 不是 這是記者問他說 韓國瑜現在聲量很高 第一名所以賴審台回應的 不是他主動去蹭 但不管怎麼樣就是說 其實他也有這樣想 他有準備 他也有這樣想 心裡有這樣想 他講講裡面有提到 有 他講講裡面有提到說 這一次韓國瑜說 雖然我們這是贏 他有講他說蔡總統 2016我幫他選 我拚命輔選67 現在只贏那麼一點點 所以韓國瑜講得沒有錯 他自己就轉 沒有輸 就國民黨不算輸 因為現在已經很接近了 所以韓國瑜是 百年一見的難得的政治奇才 我也希望將來可以跟他有君子之爭 他直接點他 剛請人跟他講 而且他這是2020 不是將來 就是2020 對 就是明年 今天這個東西很清楚的脈絡 第一個他非常快速 火速的才一出 他要領表然後出現 他請他的老師 陳大運的院長幫他領表 隨後立刻登記 你連喬連送醫院都來不及 然後他已經告訴你 因為韓國瑜這麼強 民進黨要怎麼面對 對 我願意跟他面對 我跟他一戰 而且上禮拜 其實在禮拜五的身後有講 我認為可以是四席 但如果沒有 那就表示說擋下了韓流 賴清德就有在一起的機會 沒想到才三天他就直接領表 好 現在他至少擋下了韓流 這時候他也講了 是 我可能不會贏 可是我願意跟他一戰 而且我蓄積我的能量 他要讓民進黨的制度去想說 當國民黨是韓國瑜的時候 我來跟他戰 或者蔡英文跟他戰 你們算相 立委們你們要選擇 所以其實很清楚 不會是 我知道現在有人覺得說 是一場戲 然後最後還是蔡賴沛 這個想法可能是 蔡英文跟他周邊的人 還在講的拜託 拜託是這樣 我補充一下 剛剛你們講說一場戲 如果要是一場戲的話 他不用去說 我在登記的第一天 18號一早就出來 然後沒有跟裡面的人 去做好溝通 你還是堅持22號 蔡英文出門之後再登記 不是 他就是覺得說 我就是不想讓你們再來談 我就直接就登記了 他領了表 他一定要這樣做 他如果不是這樣做的話 對方怎麼誰要去理他 你還沒有登記 震撼彈一定要頭大聲一點 一定要在這裡丟 所以我覺得這是真正的震撼彈 但是看到這裡 看到大家講法很簡單 民進黨也是 要最強棒 要勝選 第二個 要團結 民進黨還是會講要團結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 兩個黨都中間的策略 選舉的策略應該不會差太遠 這次的選舉我也覺得 大家忽略掉有一個部分 就是克文哲他到底要拿什麼票 大家想說拿錢來如果拿多少 但中間選民會問一句話 我們的票難道你們都不在乎嗎 賴清德你要搞很毒很毒的 你拿深綠的票對不對 國民黨你要拿什麼票 中間的選民到哪裡去了 中間選民其實占大多數 中間選民的票怎麼來 所以我現在在炒這種政治議題 到政治 你說特色拉扁嗎 對 我覺得真正到大選的時候 其實是不利的 因為台灣老百姓講說 我就是要經濟很好 而且我現在覺得最重要的一點 是說大家開始打韓國瑜了 因為為什麼要把韓國瑜 當作主要的目標 原因很簡單 因為你現在的聲望最高對不對 我跟你對打 才把我自己可以拉高 可是不要忘記一點 在網路上 在許多的這些陣營裡面 已經開始對韓國瑜 所有的點點滴滴都開始攻擊了 所以不是撿到槍而已 還撿到很多子彈 各位要小心 槍配上子彈才有用 光撿一個空槍打下去 是沒有用的 所以我覺得現在民進黨 已經開始就是鎖定韓國瑜 然後開始針對他每一點 都準備撿到的子彈 將來打韓國瑜 我比較擔心的一點就是說 這裡面你沒有看到 國民黨是在打團隊戰 我必須要講的 推出最強棒之外 還要有一個最強的團隊 但是民進黨你要注意 不管蔡英文出現 還是賴慶德出現 他的最強的團隊組合已經形成了 他們現在只是希望 不要造成分裂 是同一個團隊嗎 現在只是主帥是誰都一樣 對 主帥誰唱場都一樣 可是國民黨到現在為止還沒有 雖然你是在野黨 你不是執政黨 你沒有這些志願 可是你沒有看到 國民黨有組成一個團隊的 這種形態出現 也沒有大家去要求 現在講說我要推一個teammaker 沒有想到要推一個teammaker 也沒有想到有一個team spirit 但是我在民進黨這裡面我看到 其實我覺得國民黨最大的危機 不是賴出來選 還是蔡出來選 我覺得這不重要 最大的危機就是說 國民黨你自己到底有沒有辦法 有一個團隊 強的團隊出來競選 我今天會說真的嗎 這個發展 我是一位 今天 我們今天正在推一來 我覺得 是